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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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講說原住民關我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就開始在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開頭 那順著的話來去講關我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想不起來 因為好像有很多原因 剛剛再說可能有一些提到的 都有點關聯 不過我還是想講一下 因為他都已經介紹我是 在學校裡面教書嘛 所以就會面臨到說 學生進來會有加分的問題 那或者是在加分完之後 然後在班級當中原住民 他其實會被歸類在 學校行政當中的特教主 然後會再把這個名單交給佛導士 然後會在三個學期的升級的早上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bonus 就是你知道你可以不用升級 然後你可以去佛導士 然後參加一個讀書會 然後就去了解說 那為什麼原住民要特別去參加 這個讀書會 然後他就說 因為要增加他們的心機 因為可能很多同學是加分進來的 然後所以可能在課業上會有一些比較困難 所以就開始想說 是不是很多時候 我們想到原住民第一的切入點就是 我們知道怎麼樣去幫忙他 或者是就是 你可能是用這個角度來做切入 或是另外就是 哇他有非常優勢的地方 譬如說體育班的同學 或者是很會歌唱的同學 你就會去想像說 他是不是就是有原住民學的 或是他原住民他就一定要很會喝酒 就其實你已經會把這東西連接起來 那有沒有一個原住民的朋友 可能會能夠幫助你進一步去認識他的生活的方式 那或許你沒有這樣的朋友 那我今天請到的這個 Anata 台灣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個FB的網站 叫做什麼野愛原住民的小便方客舟 其實他也透過他的方式來去關注原住民 那等一下我們會先請他來跟我們分享說 以他的生命經驗出發 他怎麼樣來關注原住民 然後可能後面不曉得我們有沒有時間 可以討論到說就是有哪些方式關注 其實他可能人家也會跟大家講 看有沒有時間來 能不能講到說他怎麼關注 那有沒有比較合適的方式 除了從站在可能我們一次在幫忙補助 或者是解決問題等等這個面向之外 那可以怎麼樣去看待 那在於這場之後 甚至於你可以去想想說更進一步 就是剛剛大家口頭上提到關我什麼事 還有哪些可能 好那我們先掌聲歡迎方克中 大家好我叫方克中 然後就是很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那個哲學星期五這樣 然後跟大家算是分享 我不敢講說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碰原住民這個東西 也才不過短短的兩年多而已 那跟很多專家學者 或是長期做那個原住民運動的朋友 比起來就是真的還是非常值錢 那待會就是說如果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就是被歡迎提出來這樣子 那這次的題目是叫原住民關我什麼事 然後題目是跟哲學星期五的那個 我的朋友一起討論出來 那當時就是說這個題目實在是跟我太切身相關了 對因為非常有感覺 因為不巧就在家是一個白浪 對那什麼是白浪 白浪就是台灣跟阿梅語裡面的那個漢人的意思 然後在泰雅裡面之下不敢 反正就是說我們就是身為一個 就是例如說跑部落 那或是有時候去碰一些原住民族的議題 那部落的朋友都會好奇問說 那你為什麼要關注這個東西 因為當他們發現我其實我是一個原住民之後 就整個嚇一跳這樣子 對那這個答案其實我也還在找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慢慢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對那今天會站在這邊就是 小編我就是剛好是這兩個平台的小編 一個是什麼你也愛台灣原住民是粉絲團 然後請問有沒有人本來就已經是我的 有嗎 真的嗎 那請還沒有人趕快加一下好了 其實今天來了最大目的 你知道粉絲應該可以增加一個好幾個 對 然後那個電視機前的朋友也一定要加 對 然後後來又有做了一個網站叫 馬達台灣 這個馬達是眼睛的意思 不管你綜藝在前或後面 馬達或馬達 然後它是一個泛南島民族的字會 都是眼睛的意思 那於是後來就又成立了一個網站這樣 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我的生命歷程 其實跟一般人都一樣嘛 就是我們從小就是都被教育說 欸我們是一個長長正正的 You know 然後對然後 所以都會覺得說好像跟自己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本身是政大資管的資管的朋友 我剛才有一位 對 然後我本身是念資管 然後就會想說之後就是要當工程師 那出去之後呢 又去電子公司當業務員 那反正就是跟原住民都完全沒有關係 就對了 那講到原住民的話 我想就跟大家一般一樣 就是馬上會想到九族文化村 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其實連現在原住民族有幾族 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對 然後還有那個國小課本 就是講到那個阿美族的封年記 我想有一個那個課文超長的 那時候背得超痛苦 對 然後就是講到原住民 就想到九族文化村 還有那個什麼夏天的時候 都會有所謂的封年記這樣子 對 那我本來也以為原住民 其實不干我的事 那可是後來就因為我很喜歡旅行嘛 又剛好很喜歡古文明的東西 所以我大概工作幾年之後 那時候我就那時候有出國玩的一圈這樣子 對 那因為我很喜歡文化跟國民 所以我就會特別挑這樣的國家 跟這些經典國服去 那回來之後 那邊有一個孫命的粉絲嘛對不對 我們都是港配的 對 就是那個 回來之後 在一個阿美族朋友的介紹之下 那就不小心遇到了孫命 孫命是一位那個阿美族的歌手 來自杜蘭波羅 然後當時會被 因為他的原因就是整個凋了去 就是開始去碰原住民的文化 就是因為他的歌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很希望透過 一些創新的歌曲元素 那可是他當時都是用族語在唱的 他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本來可能對阿美族文化 或是語言沒有感覺的人 那也因為喜歡曲風 或是這個歌曲背後的故事 然後去慢慢的想要更了解阿美族文化這樣子 對 那我就是其中之一 對 然後而且一做就是做兩年多 其實還蠻可怕的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還有一個 我開始慢慢去回想 因為我是宜蘭人 那我爸爸這邊其實羅闊是比較深的 所以其實我媽媽從小都會開玩笑說 我爸爸這邊是華納兵 就是原住民臉這樣 對 當然我後來進到部落之後 我才發現我的臉根本就是白浪臉 因為跟他們比起來 對 但是就是你要說就是沒有一個認同嗎 其實也很難講 因為從小到大其實是被這樣子講這樣長大的 當然後來我去查發現 埃子索兵是一個漢人 但是就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好像原住民這個東西 在不只是我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面 應該多少都有一些關聯 可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去關注到他這樣子 那於是後來我就是 主要還是從俗命的音樂啦 那我從那邊開始 我就開始去做了一個 粉絲盤叫什麼你也愛台灣人住民 就是嘗試去分享一些原住民的文化 那一開始很短 可能就是每一次分享大概就是只有100多個字這樣 那後來隨著文章越來越長 就想說因為我是念資管的 所以駕站方面就還OK 那後來就自己又駕了一個站 叫馬大台灣 那這時候文章就變得越來越長 好 然後但是回過頭來 我覺得以上是我的生命歷程 那當我去投入到原住民族的文化 或是權力相關的事情之後 其實是由我自己的脈絡 那我會覺得說 它其實是跟台灣很多朋友都是還滿有相關 只是大家都沒有發現 只是我也會去好奇說 那如果說其他的朋友他們跟我不一樣 就是說他們可能對文化這種東西沒什麼感覺 然後剛巧思念的音樂又不是他們的tone這樣子 所以到底原住民跟一般台灣人有什麼關係呢 我就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本來以為很容易啦 坦白說 然後結果後來我發現 就是我在構思這個演講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超難的 因為有很多脈絡要理情 那第一個我想到就是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之前一篇文章 就是我分享的一個周老師的文章 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 什麼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呢 我想多少人知道 就是像以馬大這個字來講好了 我剛剛講說它是一個泛南島民族的語言 在全世界大概有三四億人 都是屬於南島民族 就是從西到馬達加斯加 南到那個紐西蘭的毛利 東到復活島 北就是台灣這邊 全部都是那個南島 這個範圍裡面 全部都是南島民族的範圍 那就是根據 不管是遺傳學啊 或是語言學 或是民族植物學等等 還有那個包含人類學 就是其中有一個主流說法 就是說台灣起源說 台灣是這些從台灣開始 大概在那個五千年前開始 有一個所謂的快倒理論 就是用一個非常快速的速度 然後坐船先到菲律賓 然後再到那個 麥克羅尼西亞 然後到那個波里尼西亞 然後最後再到世界各地 這整個都是那個從台灣分出去 如果根據這個理論的話 那我會覺得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怎麼講 台灣人的驕傲 那假設是真的的話 那我們台灣的南島民族 就是在把這些文化 帶到這些地方去的時候 主要就是靠農業 那有可能是稻子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淘氣 這兩個文化 靠著一個文化的優勢 然後因此就是把這個文化 過三道其他地方 這是其中一個理論 那當然有些科學家就是 不是贊成這個理論 那總而言之我覺得很屌 就是台灣是世界南島文化的起源 超屌 那我們台灣人就是 因為台灣很小 在這個世界上非常小 那如果說有什麼東西 可以就是代表它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 或它的地位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我們絕對不可以無視 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已經生存了超過6500年的南島民族 但坦白說 不知道這個東西其實也不會死啊 對 然後我想 欸第二個 就剛剛講到文化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我覺得很多要做文創的朋友 或是政府也好 政府也是要說要做文創這樣子 那你講到文創文創文化的創意 可是我常常發現就是 很多所謂的文創其實只有創意而沒有文化 那什麼是屬於台灣的文化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嘛 我們有名有客 然後有很多質詢 但我認為就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包含米克你可以在中國大陸找到 可是你可以在中國找到 可是你在台灣才能找得到就是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 對 而且舉例來講好了 你知道請問現在台灣有多少原住民族嗎 16 16 16嘛 其實從上個月開始 就是台灣已經多了兩個族群 分別是那個高雄的 那我一定要再強調就是 這只是官方認定的 包含還沒有被證明的 就是少說有近30族 而且有將近20種現存的難道語言 就是還要再講 這當然其中大部分就是那個貧虎族群啦 那其實很多人都以為貧虎族群都已經消失了 其實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說法 他們包含語言啊 祭典啊 甚至他們自我認同就是 很多都是都還在這樣子 這待會可能會講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他的族群的族臣跟他的文化是有多麼的多元 我們以光是一個祭典來講好了 小學大家都只知道 風年紀 那其實 左邊就是阿美族的那個風年紀的情形 可是他們最近就是常常在抱怨說 你不要叫風年紀 因為其實阿美族是現在台灣的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地方 整個花東海邊跟花東縱湖都是他們的地盤 甚至還有到恆春 那其實每個地方的那個 對於風年紀的原來的族羽的講話都不太一樣 而且他背後的傳說故事 還有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祭典的由來 有的可能跟海神有關係 那有的沒有 他們都有自己的脈絡 而且他的名字也都不一樣 就是光是一個阿美族 他自己的風年紀就有超多種 然後再來就是右上角就是那個 極貝耍的那個希拉雅族的孝海紀這樣子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紀點 那右下角是那個 我們俗稱排灣族的五年紀 motherhood 就是五年紀也一樣 就是排灣族 我們常常會覺得你一個族 或是更扯的時候會覺得說 一個原住民族就是大家都要一樣 就是常常有一些不知道的朋友會問說 你阿美族喔 那你是臺灣族喔 你們兩個講話可以通嗎這樣子 那還是不行啊 對 那所以講到 甚至就是講到臺灣族好了 也不是每一個系統都有 五年紀不是有馬來賓 因為他們也有很多個系統這樣子 對 那除了講到生活 再來就講到吃的嘛 那吃的就是一樣就是 臺灣的住民族有非常多元的食物 例如說像那個 左邊是吉那湖 所以排灣族還是會吃 還有北南也會 那右上角是那個 阿美族這邊會的 用的石頭火鍋 對 當然下次可以去花蓮的光復那邊 真的是超好吃 雖然又漲價了 對 然後右下角呢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 甜蜜嗎 生豬肉 是生豬肉 對 但這個是不鹹的 它是非常酸的 這是那個泰雅族的馬麵的醃豬肉 一樣是生的豬肉 有的族群不吃生的東西 像鄒族就不吃 布農也不吃 可是像阿美啊 阿美、台灣跟泰雅系統的 他們都會吃 那又不一樣 譬如說像阿美的話 他們就是很辣又很鹹這樣子 那泰雅族的話就是酸酸的 尤其是還蠻好吃的 就是一開始會怕 那其實還蠻好吃的 對 那再來講到服裝 服裝的話一樣就是 每一個族群的服裝都不太一樣 就是說左邊的話就是那個 泰雅族這邊系統的服裝 那右上角是盧凱的服裝 他跟那個海洋族的服裝很像 可是一個最大的特別就是 上面有帶百合花的大部分 是盧凱族才有這樣子 那右下角的話是那個高雄的 那個小林的大五龍 他也是還沒有證明的這樣 就是每一個對小林 其實小林村 2009年巴洛洪災小林村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純的 原住民族的剝落 只是還沒有證明 他們叫大五龍這樣 對 那光是服飾上面來講 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去講 例如說為什麼泰雅族系統上面 會有他的靈心紋 因為他們所謂的主靈之眼 就是他們認為這是可以保護他們的作用 但是紅色他們也很喜歡紅色 因為他們覺得惡靈看到紅色 就是會不喜歡這樣子 那右上角那個盧凱嘛 百合花為什麼是百合 一樣就是男生要打五隻公的山豬 而且獠牙還要三個子這樣子 長以上才可以佩戴一隻百合花 所以你就可以看他上面有幾一座百合花 就可以知道這個獵人積滿了多少隻公山豬這樣 然後右下角的話 但看起來很多蘋果族群的服裝 你可能看起來覺得好像跟漢人穿的一樣 對 但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樣 例如說他上面那個十字繡的花紋 就是跟漢人的十字繡系統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講到他們的一個思考的邏輯觀 或是對這個世界的一個詮釋的觀點 舉例來講好了 例如說像昨邊就是賽夏族的矮林記 那其實矮林就是矮黑人這個相關的神話 其實在台灣所有的原住民族裡面都有 那但是到至今就是還有把它融入到祭典裡面 最盛大也是傳承最久大概就是那個 賽夏族的矮林記 所以在他們的祭典裡面 就是把矮黑人跟他們的祖先之前的關係 整個融入到祭典裡面 那在右上角是那個台灣族的創世神話 那他們某些台灣族的朋友相信 就是他們當初的貴族是泰亞愛上的陶魯 那於是在陶魯裡面生下了蛋 但是怕那個蛋被野獸吃掉 所以就勤百不捨去守護他 那因此最後呢 所以就生出來的貴族 對 所以你看看一個很簡單的神話故事 其實又分很多不同的系統 每個部落的村莫都不太一樣 例如說什麼有可能太陽有關的 是屬於那個地魔族的這個知識等等 它是很複雜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他講到有一個分貴族跟平民的區別嘛 所以又可以扯到說其實台灣跟盧卡是有貴族的系統 那可是其他原住民族就沒有這樣的系統這樣 那右下角是那個西班牙族的嘎納那個四湖 有些在南部的地方 其實有一些朋友他們可能不覺得自己是原住民 可是如果也許問一下那個家裡的老人家 他們會發現其實有在拜那個Biacaco 就是那個在牆壁下面會拜一個湖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他們的阿里祖 就是所謂的最高祖靈 那他們相信他們的最高祖靈阿里 是住在那個湖裡面的水 所以他們其實不是拜湖 連個家長都是拜裡面的水 其實也不是拜水 是裡面的祖靈這樣 所以這只是簡單的舉這幾個族群 那其實每一個族群對這個宇宙的看法都不太一樣 例如說這是那個 這是在花蓮跟南投邊境交界的一個牡丹岩 牡丹岩是那個賽德克底跟太魯閣族的 一個共同的創世的信仰 他們相信他們 我還記得這個神話是大概就是 當初他們的祖先有三個兩男一女 從這個半樹半石走出來 那其中一個男的看到這個世界覺得很無聊 所以又走回去了 對 那剩下一男一女 就變成他們的創世世俗 然後又翻譯出後代 那也因此就是在今年1月初的時候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鴻門部落在花蓮那個 花蓮秀琳的布局就是說 你們的那個部落傳統領域有出倒下來了 那我們要把它這些清理掉這樣子 那當天的太魯閣族朋友就是把它擋下 他說這是我們傳統領域上面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就要拿走 而且他們在強調的聲音講到說 其實樹這個東西對他們的想法是非常重要 包含說他們的獵人在野外 如果遇到風雨或是遇到危險的時候 是可以躲在那個大樹的洞裡面這樣子 就是他們把樹叫媽媽 那還有他們的創世神話也是一個半樹半石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 我忘了是誰畫這張圖 他是那個潘朝聖老師的朋友畫的 那這邊就是很清楚的把目前喔 就是我覺得算是目前最完整的 那個原住民族的族群分布都整個畫出來這樣 所以這樣隨便隨隨這邊有27族 跟我們現在所謂的官方的16族 實在都非常多這樣子 而且像那個最左邊的 那個橄拉圖跟那個蘇拉圖是剛分出來的嘛 那之前那個小林村那邊就是大五龍 對 然後南部這邊是馬塔島的天下這樣子 我們也會志工聽說跟馬塔島有一點暈遠 然後在還有那個西邊 基本上台灣的西邊整個都是 都是所謂的平舖族群 對 然後這又可以講就是 所以說台灣這塊小島上面 就是它的族群分布是非常非常密的 我自己有算過就是 因為大陸也有所謂的原住民族 他們一般官方叫小數民族 可是小數民族跟原住民族的意義是差非常多的 原住民族是指原本就生活在這一塊土地 小數民族不一定是原本就生活在這邊 它只是人數比較少 那我有去算過那個 中國的那個小數民族的 相對整個人口的那個密度 就是台灣的多元性是多過他們的這樣 對 好 不過不知道也不會死啊 對 然後再有講到 剛剛有講到說 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是跟 跟所謂的平舖族有關係這樣子 我想問一下那個 你是從哪邊 你的 啊 我說是祖先或是 其實很有趣的是一次去台東的時候 參觀看那個原住民族外園區 是 然後我先生他不知道他什麼關係 我先生他不知道他跟原住民有這樣的關係 然後去參觀那個原住民文區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他是語言學者 然後他就是當時他一看到那個 那我先生就說 啊 這個小時候我媽媽都會帶我們去拜這個 桃古 阿里奏 對 那是因為我先生真的一講 那我兒子 所以我非常感謝我兒子 他幫我先生幫他們家族 做了一個尋根的活動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還找不到 我是平東 喔 平東來的 對 所以也是馬卡道吧 對 我們可以去正式一下 對 謝謝 對 講到這就是 之前那個馬卡醫院的那個林馬利 林馬利老師他有出過一本書 我們留著不同的學歷 那當中有一些人把他導出的結論就是 台灣有80%都是原住民 當然這其實有很多可以再討論的地方 我必須要這樣說 對 那但總而言之就是 我 但是我看到的是說 其實有很多 我們都以為自己跟原住民族沒有關係 結果其實 後來就發現 我們可能某一代的 某個人都是 對 那舉例來講 好 右上角就是 希臘雅族的業績 那每年都還是會去辦 大概就是在 其實從那個暑假開始啊 就是東部 其實台灣 如果你跟 我寫過一篇文章是說 如果你跟原住民當好朋友的話 那你一年四季都可以過年 對 就是 真的啊 因為漢人的過年是在那個正月嘛 那其實從那邊開始就是 達物族的那個飛鈴季 然後再來就是 布農族的大大小小的祭典 就是在上半年這邊開始 然後到了暑假的時候就是 古物豐收 那開始農網到一個段落之後 就開始各種的收貨季 或是豐年季都出來了 就是夏天的時候 到了那個農曆八月一號的時候 大概九月的時候 就是少族的過年 對 然後再來又一直到那個 從九月初的時候 一直到年底 農曆十二月 整個都是那個西南部 包含馬卡道阿 希拉雅 大五龍各個部落輪流 去辦他們的開箱的一個業績 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你跟部落的人都是當好朋友的話 你一年到頭都可以去過年這樣 那右下角也是 是那個他們南投圖裡的那個 港號部的過年 也是在 糟糕 忘了在什麼時候 這個被剝出去會被打 對 因為大家好像在農曆十一月 今年過年 農曆吧 還是 我記得他們是看農曆的 對啊 他們是在佳齊 過年後 應該是 過年前 在農曆十一月十五吧 對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今年九月 嗯 一定是在過年前 只是我忘了是在農曆十一月十五 還是十二月十五 對 不過 對 實在也不會死 因為其實 誰知道 搞不好我是百分之二十 那我需要關心嗎 對不對 那但是我覺得 這是我最後的一個 我覺得 算是一個歸納吧 我覺得世界在改變 怎麼說就是 好像從跟我兩年前 因為我是從兩年多前 就開始在分享原住民的東西 那時候有一個 我覺得那時候還蠻少看到一些媒體 或是名人 會去關注到部落正在發生的事情 可是從去年開始就有一些地方不一樣 就是包含在去年金曲獎頒獎的時候 從那個貝蘭族的那個上台 然後他媽媽在上 是跟他媽媽一起上台的時候 他媽媽幫他帶了一個花板這樣子 於是很多人開始很好奇說 為什麼你們要做這個儀式或是動作 好像跟其他族民都不太一樣 那他上台之後又開始講了 跟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有關係的事情 所以從原住民的歌手自己先開始 然後一直到了今年金曲獎就換他了 是那個來自宜蘭的蘇澳的那個阿美族 那他自己也是在找一個文化的尋根幫我覺得 但他身為一個原住民族的歌手 也開始去帶出了章樂的議題 那不解釋原住民 包含最近像那個 他們兩個都不是原住民啊 一個是佑聖 然後一個是劉克祥先生 那可是他們都對7-11進駐藍嶼 發表了他們自己的看法 當然就是我覺得說對於小7要進去 他該由當地人來去討論 還是其實旁人可以給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這都是另外一個議題 但起碼就是我覺得從社會上 有越來越多的人或是媒體在關注 例如說像蘋果日報好了 蘋果日報真的很明顯 他以前根本就不太去發一些 就是跟原住民有關的事情 可是如果說你跟我一樣做媒體 那每天會去關注各個報紙 在報原住民的事情 我發現就是 當然不只是蘋果日報 自由啊或是 或是其他一時想不起來 那些報紙就是很常可以看到 然後他們開始在關注一些部落的事情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你要講為什麼嗎 其中有 我覺得就是在跟原住民組朋友 他們自己在這幾年的一個 但原住民運動其實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 在80年代就有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又是另外一個新世代上來 然後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做法 然後透過網路的力量等等去做 那我相信這個是有關係的 然後這些年輕人的行動 還有一些知名人士的自覺 其實潛藏在台灣的原住民族非常多 像那個宅宅是泰雅族的嘛 當然可能他自己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去講這個事情 那阿妹也是悲難族的難忘的 那是難忘的嗎 大八六九 男王 男王 男王系統還是大八六九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因為 背南有分很多系統 有一個男王和資本 然後有不同部落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就是靠著族人自己的自覺 然後再來就是 族裡面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人 開始起來講話 那開始慢慢讓這個社會的人發現說 其實這個族群的事情 需要我們一起來關注 但是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對啦 其實剛剛講很多 其實我如果不去管他的話 講真的我不會死啊 我還是可以在這個土地上生活到老死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關注這個原住民的議題 我覺得我要先強調就是說 其實很多原住民族不喜歡說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句話 那但是我這邊的概念是 所謂同舟共濟的一家人是指說 我們都在 假設台灣是一艘船 我們不管有沒有血緣關係 我們都是在這個船上面一起生活 那當今天我到一個風景區 以前我都可以就是跟著旅行團 進到這個風景區 沒有人會當我 可是我現在發現這邊的 跑出來這邊 因為我以前都忽略了這個部落 結果發現我今天跟著這個旅行團 到這個風景區 結果這個所謂一個 某一個屋路的人跳出來說 你們不可以進去 我開始被影響到了 作為一個漢人 那我以前就是出國參加 就代表台灣去做什麼 所謂的文化交流 那一樣就會想到說 那我們就來穿原住民的服裝好了 可是我發現 因為我穿錯了開始有人會罵我 那我一開始也搞不清楚說 為什麼會被罵 不就是這樣子嗎 馬上就是去外面的一些 無視店買一買 然後就是原住民 對我發現其實我做很多事情 好像都會折到一群人 文藥者是真的 因為他的背後其實是一個不尊重 一個你立場沒有用他們的立場去想 所以當然會折到他的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以前好像我們的生活中 不會遇到那麼多跟原住民有關的議題 但是現在會一直一直冒出來 那我認為其實因為根本就是在於說 本身大家都是在一個島上生活的 那其實我們常常有一群人 他們的數量也許少 可是他們的權力跟聲音一直被壓住 或是被忽略 那現在差不多是這些聲音 蓋起來的時候 對那從這個角度 而且像那個台灣講說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依賴原住民 或是很多地方的辦法 其實剛剛講到多元文化 當你在講文創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如果說我們台灣沒有原住民族的文化的話 會當保非常非常多 那在除此之外 就是像那個原住民族朋友 他們其實有在聯合國 在一些國際的組織上面 用原住民族的身分去進去 當然他們是為原住民族發聲 而不是為台灣發聲 可是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他也是在提升台灣在外交上面的一個地位等等 那更不用講說其實很多物弱的傳統知識 其實他等於是幫我們平台已經習慣一種思維的人 打開了另外一扇窗去發現說 其實原來生活可以這樣過 或是說其實思考可以這樣思考 或是我們所謂的唱歌跳舞的紅年紀 其實是他們的過年 就好像我們家在辦喪事 或是我們家在過年 怎麼可能會希望有一堆拿著相機 然後那一家照相看那個怎麼吃年夜飯 這樣一個道理 我覺得是一個 本來是一些很根本很基本的東西 可是慢慢的服輸啊 最後我們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在一艘船上面生活的一家人 那本來就是應該要彼此去尊重 對 那我的分享會到這個技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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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面其實就會進步到QA的時間 就是他這個 這個句點 不是 道理也很不錯 就是你覺得呢 所以開始想一想說 就是 原住民觀我有什麼事 那我這邊想先就是 先問及的問題 可以嗎 順著 就是第一個就是因為剛剛大家 我們要坐著還是站著 要坐著 因為我緊張嘛 我沒坐過幾次了 但是我覺得 這個題目真的很好 就一直想 我真的還沒有想到 所以就有點動一點 就第一個就是你的 因為 你那粉絲之夜是叫做什麼 你也愛原住民 就是 可能先 台灣原住民 喔喔對 你也愛台灣原住民 對 搜尋不要打窩 抱歉 但是你已經用到愛了 喔 對 比如說愛這個字吧 對對對 就是有時候你根本不認識 你怎麼會愛 就一見鍾情嘛 這也是有可能的啊 喔 對啊 那你這樣的標題 就是有沒有去設想說 就是因為你前面有一些 跑部落的經驗 所以才能夠 像剛剛其實介紹的這些 可能你剛剛覺得 哇塞 他你不是念資管嗎 怎麼會這麼小原住民 感覺上好像是相關領域的 那 就是知道這個進去部落之外 但是一般的民眾 或許我沒有有原住民的朋友 然後或許就是 我有進步的經驗 但是很多時候我可能就是被 就是被人家趕出來的那個 對 那我要怎麼辦 就是你有沒有去設想 或是就是想像 想像說我只是把自己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還是說你有想說這個 也愛台灣原住民 那你希望給誰看 那個讀者群 有沒有去設定 或是期待 覺得大家看了之後 能夠有什麼樣的一個 可能初步的認識 或是有些些微的改變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 對啊 這個問題也要好多回答 對 這切勿點嗎 首先第一個切勿點就是說 我當初在經營粉絲團的時候 因為我是先有粉絲團嘛 那我當初在幫粉絲團 命名的時候其實 並沒有加入原住民族的想法 因為當初真的是純粹 怎麼講 出生之徒不怕虎啊 就覺得說 反正我是想要分享原住民的東西 那講難聽點當初也沒有人看 沒有人會來罵我 對 然後 所以有跟一群 非原住民的好朋友去討論了一下說 這個粉絲團的名字要怎麼去 那 因為我當時目標設定就是 在跟非原住民的人說謊 其實 我當初目標就蠻清楚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分享的對象是非原住民 對 那 所以 我就希望取了一個 是 是你看 其實看觀點說 我也愛桃原住民 那其實很明顯嘛 如果你自己是原住民的話 你就愛他是很自然的 那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會被這個標題打到 應該就是被原住民的那一群 那針對愛這個字 其實一開始並沒有想很多 因為我覺得愛的其實有很多種 講到這其實我最近有被人家影射去罵了一下 就是 有一個族人就講說 你也愛原住民 我們又不是寵物 為什麼 對 那其實我聽到我是有點 你要講受傷嗎 不會 我不爽 因為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愛本來就有很多形式 那你爸爸愛你 或是你朋友罵你 愛你 這難道代表的是寵物嗎 我覺得不是嘛 我覺得 我覺得愛這個形式本來就有很多種 它的表達也有很多種 它可能是一個關注到關心 甚至願意去參與 這些都是愛的具體表現 那總而言之我這個粉絲團的當初愛這個字 我也覺得 到現在我也覺得還OK 就是說 只要你是想要多去認識他們 那你對他們是有感情的 其實這樣子你都可以一起來 關注這個議題 對 有有有有 我有準備一些 那個 那個 Mata Taiwan 我們現在唸不對 對不對 Mata或Mata Mata OK 你剛有解釋說它是代表眼睛的意思 所以對原住民只能看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一直用到關注 然後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 你剛剛最後第四點 你就說我們是在這個道路上的一家人 那一家人 你知道一家人就看著他 就看著你的家人 這樣其實就是 其實你看久了 你一開始對他想像 他的心中會有很多OS 但其實 你可能不知道他怎麼想 或是他怎麼跟你互動 所以是不是其實你這有點 會不會也買了一個小梗 我猜想 我不曉得 你跟大家可以回答看看 就是你希望說 大家看了之後開始有一點 有點什麼feel 然後 而不是只有想像中 而是說能夠開始真的有一些接觸 然後那個 讓那種想像變得比較具象一點 我覺得看是第一步 就是 之後你要幹嘛都不管 而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有人看了 那他好我了解 那我不是很認同 而是我尊重 那 也許他會 看了之後就是超愛的 那就是我會想要做很多行動啊 然後甚至走進部落 甚至還要念著那些 對 但是我覺得起碼就是 你有看到這個事情 你有看到他們的觀點 是第一步這樣子 那我當初取這個名字 甚至馬大台灣到香港有中文 就是因為我會希望它是一個溝通 因為馬大是一個全世界的南島民族 共通的一個南島字 大概有三億多 八、印尼、馬來西亞 甚至到富國島 眼睛都叫馬大 那我會希望就是 可以讓世界看到世界南島民族 或是讓其他南島民族 看到台灣南島民族的一個窗戶 我們講眼睛就是靈魂之窗 那我會希望它是一個窗戶的那種概念 就是可以讓彼此之間看到對方這樣子 那總而言之我覺得看是第一步 那之後你看了之後 你會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可能是另外一個階段的事情這樣子 那我覺得最起碼就是 在之前其實很多人 根本沒有機會去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這個平台的工作是這樣子 因為他剛剛前面有提到一個部分 他的所應是針對非原住民 因為我們剛剛在現場有兩位 一個是屏服 一個是屏服 你有沒有要不要回應一下 你有加入這個粉絲嗎 有 那你要不要順序看 你覺得就是自己在看待這個 大家幫忙可以想一下 問你讓我們QA到現場裡 都可以 其實還有幾個問題 那我想好奇問一下 您的問題是具體來說是質疑 就是他剛剛有提到說就是 他一開始設定是給那個非原住民的部分 那就是引你去追蹤這個粉絲頁 你當時的那個想法是什麼 是因為想要自己更認識自己嗎 還是說就認識其他原住 這兩種想法都有 對因為其實身為一個原住民 尤其是每個部落又是各種微妙的不同 嘿 那我自己對於自己本身的 可能有些部分我自己不是那麼了解 那相對我對於其他部落 我可能隔個山隔個水的 那更多的地方是不夠那麼了解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看的時候 已經有網頁整理出來 而且好高興的我可以做 那個是不同的所學不同的部落 對那另外一方面 我有想就是 我自己本身玩Facebook 我也可以將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文章分享出去 給我的什麼大學同學之類看 去接觸這個文化 真的很好 那我現場 有非常亂的問題 有 那現場不知道各位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想法 或是各種就是真的建議 OK 不好意思 我對這個原住民的關注 其實很差 那我最近會很注意 是因為我們 大家知道 那個10月27號本來有一個原住民紀念日 那那個 因為當初在Push這個 摩納魯道 摩納魯道的10月27日 有一個原住民紀念日 那天還有原住民可以放假 那好像今年還是去年 有人說要把它取消 因為這個台灣的那個文化 有一點點的問題很大的落實 那個原住民的紀念日 結果摩納魯道他們那個賽德克 他們每一年也會在物色辦活動 可是呢 他們那些族群都不知道說 他們要辦那個活動是什麼 我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要回山上去辦醫師 他說 那我們的生日啊 他說他們那個原住民的生日 我覺得這個一個摩納魯道 那個抗日一個悲慘的 算是悲慘的事件 變成他們很快樂的生日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會覺得台灣整個那個文化的錯覺 我覺得整個台灣 台灣對原住民 或者原住民本身對他們自己 其實真的會很落差 那這個所以我最近我都在跟都市的一些原住民 有在接觸 那其實他們各族群 台灣或是什麼 每一族群都還是不一樣 那剛剛有說到那個馬丹 他是說這個眼睛 其實他不是說眼睛看到 他們那個 我問他 我說像我這個 他是說他那一村自己 他這個是在南投仁愛鄉的 法祥村他們自己部落裡的 那個媽媽們或者是在做這個活 他們設計他們那個部落的圖騰 那其實那個眼睛是他們是說 那個是他們的主靈 他們的精神 而不是說只有說 我也是這樣問他 我說你們為什麼喜歡用眼睛看嗎 他說不是啊 他說那是我們的主靈 他對他們來講 我們這樣問他 他們會覺得很好像不太禮貌 其實對我來講 我看他的表情 我對我問了 後來有很多的時候 我都覺得真的對他們 我在跟他們的很多族群 因為他們之間彼此也有賽德克 也有藍頭的 也有台中線的 彼此其實他們那個族群 各族群之間 其實他們也不是不見得很媚取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們原住民 你就覺得他們都是一樣的 其實他們彼此之間還是差很多 那後來我發現很多的時候 整個文化因為是斷層的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是對的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的是對的 那整個那個台灣的文化的那個 tour run我會覺得是 真的要從原住民開始 我們要去關係 這個東西因為你去找 等於是你找你自己生命的原點 這個是一個 就剛剛你在講這個眼睛主靈的問題 而且這個主靈就像說 不是只有一組是只有眼睛 他們每一組 所以我覺得方克舟真的很強 他真的研究到那個精神寓意 真的兩年的時間不容易 那因為我最近有在接觸 那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們冒犯他們很多 那還有一個問題我想比較關心的 就是剛剛我們的原住民那位朋友 他說他的父母一直讓他讀書 讓他接受現代文明 所以就像他 他就是把他的東西丟掉了 那我最近就碰到一個阿公 那個阿公是跟我差不多年齡 那個阿公本身他可以打獵 可以設限 可是他暑假就把他 我說你為什麼暑假 不把你的孫子丟掉山上去挖 不行啊 沒有面試會跟不上 後來我很生氣 我回了他一句 我說你們部落那個某某人 他在雕刻 雕刻到讀大學的都沒刻到 沒有刻他的好 我請問你他讀了大學嗎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整個一個環境 這個原住民這個議題非常的嚴重 那所以他們就說我 我比原住民還更原住民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聽 我就是覺得說是啊 關我們什麼事 我為什麼那麼寂寞 其實我被他們問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也想說是對 我自己怎麼怎麼 可是我覺得後來我在尋找的過程 我會找到我本身個人生命裡面 我不管是學藝 或者是我們的生活 或者是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真的是會有延續你的 一個精神存在 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 你這邊現場沒有其他的問題 或是你先打電話分享 那邊大家好 江澤民你好 鳳先生 那個 我本身是在台東念了四年的那個 台東大學的學生 那我也是有跑過部落 我那邊我是去導入馬克 不知道你是什麼手指的 手指的 手指的 他們那邊有那個 推那個 那個 那個 配合請教練推那個 部落青年那個 育兒是吧 你也記得自己 因為那我曾經跟過一個團 趕快上去 然後同時他們在上面 原本那個 他們就是 他們現在住的地方 那個部落那邊 其實並不是他們原本部座的地方 他們原本居住的地方是半山藥 在他們那邊講究卡巴利王 那那邊意思是指說 最適合生存 最適合居住的人間先進來 既不會太高太冷 也不會像平地一樣那麼多障熱這樣子 那他們在那邊的時候 因為要帶我們帶團 講難聽點就是帶團上去 一些青年朋友 配合行政院那個活動 然後上去那邊 不過他們現在在那上面 有想要恢復自己的那個巡洞文化 可是他們做的事情 跟一般的觀光課的代團 其實沒什麼不同 只是多增加而已著名的元素 那我想請問你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其實 部落的事情我不太敢 發表自己的看法 我必須老實說 就是 我覺得很多 這樣說好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有一體兩面 然後都有不同的觀點 然後都有不同的觀點 就算在同一個部落 也是有超多不同的聲音 那 而且 例如說以達魯馬克來講 在海中 那邊其實我不熟 完全不熟 所以實際上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就算我很熟 我也不會講 坦白說 因為 我不曉得 我只能講說真的是 部落的聲音其實很多元 那 也不要講 部落就好像一個社區好了 一個社區 如果你要想像說一個社區 你要作為一個社區總體營造 那 對於做法A 做法B 該怎麼去做 目的 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那甚至還要包含就是 一些財務上面的東西 那 所以 我沒有辦法很明確地表達一些具體的意見 但是我會 如果說 那我可以從一個 假設我是一個 想要 我是因為很喜歡這個部落文化 而去參加這個行程的 一般的普通遊客來講好了 怎麼講呢 可能就是 部落也許 我不知道部落在規劃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有去找到 有試圖去找到他們 因為文化的精神把它融入到裡面 那就算有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從外表是看不開出來的 因為其實講真的就是 大家一樣都是人 都是在 我是說 就是很多時候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說 為了凸顯這個異文化的觀光 而去塑造出一個 不是現在真實在發生的一個文化 就是您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這反而是另外要注意的 那我覺得重點會是在於說 這個 他們的精神是不是有成用 有找到 有呈現出來 那有 往往這個精神 如果說可能導遊沒有經驗 或是說 族人他自己覺得好像 因為他就是這個族群的人 所以他當然不會覺得 我這個精神有什麼特別 所以可能 沒有辦法好好的跟外來的朋友 去做這樣的詮釋 但是我覺得那是還滿重要的 反而會比 你刻意塑造出 舉例來講好了 很多部落早就已經幾乎沒有在做茅草屋了 可是他可能為了讓你看 他去蓋一個茅草屋 但是那根本就不是他們現在的生活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不會在意說有沒有茅草屋 因為我很清楚他們 我去的部落基本上沒有茅草屋 那可能有些遊客會期待到部落去看到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那是假的 我只能說我個人覺得那是假的 我會在意的是當他在帶我們去 例如說他舉例來講 好了這個動植物一樣是動植物 可是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族群 對他們的詮釋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對我來講 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那我會去注意到這個地方這樣子 所以其實好像有些族群 就是那原作民族可能今天我們講 這邊被關注之後 他們可能想說那怎麼呈現 那怎麼樣讓聖劇有時候變成 不只是方舟舟自己去部落 去把這些東西跟大家分享 聖劇是部落他也可以把自己的東西 可能透過 我覺得反而應該是要部落自己去呈現 因為外人我再怎麼熟都不可能有 住在那邊生活來自於那邊的人的詮釋 來得好 對 所以當其實真的被關注的時候 當他試著去想像說 有人要經我是怎麼樣生活的 他開始也可能會去思考說 怎麼樣去釐清這個東西 這也是一個東西 因為可能平常想說 我就這樣生活 我幹嘛跟大家講 我幹嘛去這樣子交代 所以其實這可能也是一個練習嘛 就是變成和原子間 他可能需要去別的部落去看過 他瞭解不同 原來我跟他者其實是不一樣的 他要去比較過不同的文化之後 他會發現說 原來我的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這樣 那他下次就可能被客人問到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我這個是跟 我這邊才有的其他型的 這樣 謝謝 然後這邊你下一位 我比較想問你 你剛剛講的 其實我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解決 大概也不會死吧 我想問的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大致上 都是從文化的角度 對不對 那麼 有沒有想過說 制度方面的 我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就是說 台灣的原住民族這麼多 小族群 那可能會是一個 做一些政治學實驗的理想背向 不是嗎 或者說制度設計上 比如說 我們講說 各個族群有不一樣的 祭典的日期 你如何設計一個良好的制度 在學校 小學裡面 能夠包容這些 我覺得這 是不是可以往這邊去看說 原住民族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它可以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實驗場所 當然這樣講 也許對原住民族不是很 但是 如果這一件事情能夠成功 你能夠設計出 我剛剛是不是在想說 全世界有沒有像一個 像台灣這樣的一個地方 這麼 密度這麼高的 就是在這麼小一個地方 有這麼多 well defined的小族群 好像 不多耶 美多的話我知道就是畫一個 其實 像墨西哥馬雅那邊 墨西哥瓜地馬雅那邊 那邊 一樣所謂是馬雅文 可是它的 基本上都是由數十種不同的語言 組成 你可能跨一個村 就到語言跟文化傳統 只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 馬雅組 這樣 但是 我想我們條件應該 比他們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再一些 先回到剛剛 不過這個講就是這個 因為今天 當然時間有限 對 可是我自己也不是念政治的 我對文化神教很清楚 所以如果 我在看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眼可能就是 會先對他的文化感到好奇 那如果說要怎麼把文化弄到學校裡面的話 我就 不想我 我現在乍想之下 覺得可能在 就不是 例如說不是在原住民很多的地方 去有這樣的教育的話 我相信對一般學生 增加他們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或是對不同族群的權利的認知跟尊重的話 應該都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能融入的話 那至於附落或是本來就原住民生活的地方的話 可能重點應該會是在 把他們本來應有的教育權還給他們 什麼叫做應有的教育權 舉例來講 好了 對於原住民來講 中文應該是第一外文吧 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必須把上面的那些考試制度全部改掉 對 那包含考試制度是不是 我不只能說 當然因為這些議題我不是很清楚 對 可是我大概知道說有這樣的聲音就是 基本上這些族群他們生活在這邊 那突然一下外來的統治權來了 就必須要用外面的生活方式 跟所謂的什麼考試制度等等那些東西 去強加在他們上面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常見 但是不OK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根本就是應該要把這些東西 還給他們可能一步一步來 教育權是其中之一 讓他們的小朋友可以選擇在 接受他們屬於部落為主體的一個教育 對我覺得要分開來看這樣子 就是說部落有部落的教育的議題要去處理 那如果說只是在一般的課程裡面 加上多元教育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在其他的平地的學校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可以實驗的方式 那他可能意義上面來講會 因為現在這樣很實在就是 幫助一般非原住民的學生去認識到說 因為他這塊圖 就有那麼多不同的族群跟他們的議題 因為其實議題跟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對 我想回應一下我的先輩們 對 因為我其實出了這幾步 我對於其他事情點做就沒有那麼深 那我以自己的經驗來說 像提到的教育 那我也有提過我家人為了讓我念書 所以送我去別的環境這樣 但是其實我寒暑假回家我是不用旅行的 我要學支部我要學帶小孩 我要學啊什麼時候奴隕那些 就這方面是用這樣的方式保存下來 那只是說有一些可能沒有辦法 提供這樣資源的家庭 他可能小孩子送去飼養的 比如說親戚住在父親的飼養 那他可能就比較沒有那個機會再去出口 那這方面可能是後續可以再討論的 那是目前政府大會是有提供族語教學 還有就是認證方面的 這個也對往了很久 對 那只是說有一些譬如說生活文化的 真的是跟 我覺得文化是跟基於生活中啦 那像我是會回到附羅學 新紀錄這些事情 那像我自己的弟弟妹妹 他們是會去學譬如說打獵 女孩子不學打獵 男孩子一定會去學打獵的 對 譬如說怎麼做劣場 這些事情你在都市不可能做 你一定要回去 對 那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 機關大會會提供一些假期 譬如說封年期或者是一些紀念值 讓我們也可以回去 就是希望原住民可以回到那個場域 去學習那樣的精神 然後從中保存自己的文化 對 那另外一點我們特別提到那個紀典的部分 就是莫娜魯道今天 其實說真的賽德克族跟泰雅族的故事 真的非常的長 應該來說莫娜魯道是我長輩 那二郎呢 我好像要叫他以前救公 可是我是泰雅族 莫娜魯道砍死我 某一個地方部落的真外公之類的 對 那其實我們的族群 活著的時候為了真理也長 真的是蠻寫情的 可是死了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的負責集 那今天莫娜魯道的紀念很得好 可能官方訂了 或者是賽德克族訂的這個 我還沒辦法確定來 但是今天有這個日子的時候 我們原住民不全然 就是用那種悲痛的身體去看他 我們可能是用和解了 今天就是一個和解日子 他以一個戰士的身份在能力 走上他人身的回復 那我們身為原住民 就應該要敬仰他 或者是說覺得他解放release的 那種角度去看 而不是覺得說一定要那種 痛哭流涕什麼紀念 就是羅摩先總統 怎麼紀念什麼 痛哭流涕 我覺得這叫我們原住民是有一點 好像和人的價值觀 被強加上來的感覺 這樣好像不是那麼的恰當 那大概是這樣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我快速講完 就是其實想要回一下剛剛老師提到這個制度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制度的問題是為大家在思考原住民議題的時候碰到一個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從考試然後到傳統領域還有一些傳統文化等等 那其實因為我之前做研究的時候 我有一段時間研究就是那個三陰部落 那三陰部落的問題他很可怕的就是他不只是經濟問題 也不只是族群問題也不會只是階級問題 他同時也是一個教育的問題 他是一個無限循環的糾結在一起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可能當我們在思考原住民的時候 就是這些制度然後他們提出來的這些吶喊跟要求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這些東西跟我們切身相關 因為他們可能是比較少數或者是聲音比較沒有辦法像我們這麼大的一個族群 所以當他們去展現出這個制度的漏洞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警覺說我們在強調的尊重跟多元到底到底在哪裡 或者是說其實那是一個很像博物館式的一個看法 我曾經有一個共同組的朋友在羅那部落有一次我上去 他爸爸看著我跟我說你應該很習慣我們家喔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家很不一樣 我說哪裡不一樣啊不就房子嗎啊可以洗草睡覺 他說喔沒有啦我女兒曾經帶一個朋友上來 然後她的朋友就嚇一跳說 啊你們怎麼還不是你們怎麼不是住在山洞裡面 這個故事她女兒讀的是台中女中 就是說就是說她的這一個刻板印象很合法 她女兒其實是76年次喔 她並不是一個什麼什麼56年次 她是76年次所以所以這個這種很博物館式的印象 在現在的台灣社會裡面其實一直很存在 然後她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或者是說 我們很值得Lessence的是我們如何去想像原住民 然後我們到底要把他們逼成就是 不是逼就是想把他們塑造成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當我們再去思考他們活生生的議題的時候 包括小齊要不要進去來女這件事情 考試的制度要不要加分 我那個朋友為什麼可以上到台中女中 加分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這些問題她是活生生展現出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用一個很標本式的原住民 想像把他們整個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許都愛原住民 就算沒有到愛也不討厭原住民 對不起你爸爸可能比較厲害 但是我們在思考這些議題的時候 可能變成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很片面式的思考 然後像剛才這個在台東讀了4年了 你好 就是她剛剛提到這個部落的一個旅遊的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的部落都在都在推動 可是就像剛才那個我們的演講者講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太多的評斷 可是依照我所接觸到的一些經驗是 有很成功的有瀕臨破裂的也有已經破滅的 然後這個中間他們其實牽扯到 除了經費的問題以外 其實是有族群核心的一個概念跟想法 所以不是我們有辦法去想像的說 他們就是為了錢在爭奪 或是他們為了什麼什麼在分裂這樣子 我覺得這些議題可能很沉重 可是它其實就是活生生排在這塊土地上 那很值得大家就是繼續再去從各個層面思考 謝謝 還有一個問題嗎 就是我會在就是原住民這個文化部分 我會想到就是觀光 從山地文鄉那邊他們的部落 真的是像是發展社區的文創 我有我去參觀過 他們真的是社區就是在牆上做彩繪 然後他們當部落的人會就是當導遊 就是為我們講解 可是他在講解之前都跟我們說 不要大神喧嘩 這裡不是遊樂園 這裡是人家住的地方 然後這裡然後開始講解我們親身的這種 我甚至可以看到是他們在做什麼 就是生活的樣子 但是我們都很尊重就是不要拿起相機 然後到前陣子那個太魯格那個同門 同門那邊莫不莫以的事件 他是號稱就是小天祥 但是他每天就是限制大概幾百人的那個歡光 但是他最陣子就是他們都 那個部落的人提起康 他一直就說是他們的部落為什麼就是外人可以進來 就是甚至破壞到 然後到那個蘭嶼 蘭嶼就是我的朋友他承認去蘭嶼 然後他有跟我分享是說 就是有人啊 當地部落有人就是喪事 然後他們有一些特殊的就是祭典 有外地的人拿相機去拍 結果相機被砸爛 然後那個人就是受傷 到這種就是從觀光 就是從觀光再文化這個部分 就會有到聖地們像他們是願意接納 跟蘭嶼他們是完全就是不願意的 所以有點像剛剛那個就是各位前輩講的就是 我們很像想要從某個角度去幫助他們 可是他們同時也有自己的聲音 所以說 嗯 不知道怎麼講就是 這是我的一個分享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就是有個大哥提到就是那個 製度的部分 我會想到在德國他們有就是生態村的概念 就是變成說 雖然德國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們有很多的生態村 小的到數十人大的到數千人 他們有自己的製度 他們有自己的學校 甚至他們有自己的貨幣 然後他們是強調自己自主 所以我剛剛就是那個大哥提到的時候 我就會不禁想像說 未來是不是能夠也可以像這樣子的 沒有事 但不確定這樣 謝謝 有沒有請問的說就是回南 其實都對於原住民 對我這個議題都有自己的一個看法 有嗎 有 所以你有空嗎 那我們再來一位 那我們再來一位 那我們大家就請客主 可以就是再跟大家聽到一些東西 可以再回應 我不知道提問的是 剛剛就是大家有在說光光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剛剛就是包括還有其他人有稍微提到這樣 我覺得大家好像 我是用自己的觀點 所以不是非常具體 然後也沒有惡意這樣子 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原住民當作是對等的存在 應該是我們是要跟他談判 就是我們是要用談判的方法去跟他講說 喔 你今天希望開始光光 我們可以幫助你這樣 我覺得大家比較存在於說 我們好像要去協助他 好像是我們是獲得權力的那一幫這樣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而且事實上我們好像也不是 然後 我剛剛都沒有惡意 然後我一直覺得 他們雖然說會希望別人去參觀他們的文化 可是我覺得可以維持在非常非常少的數量 跟拍紀錄片的方法 來呈現給 就是我們一般的人去看這樣就好了 不要去干預他們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 不管怎麼說 那時候都是他們生活的地方 那不是一個迪士尼遊園 然後 他們不用讓你病毒病患就是 壓到你很開心的一來很開心的走這樣 的一個地方這樣 所以 因為你是去理解文化跟去參觀 感覺有點好像就是去玩那種感覺 就是微妙不一樣這樣 然後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是要他們有一些 就是集結的共識之後 我們在用談談的方法去跟他說 喔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來幫聽你 比較適合 然後 因為大家比較偏向於我們 應該主動去幫他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可能不想要我們幫忙 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解釋 好 謝謝大家分享 我這邊先 我這邊分享 第一個那個原住民族今天就是在8月1號 7月27號那應該是 那應該是不同的事情 因為8月1號是原住民族日 當天就是 多久前一次 一直都是 其實從有原住民族日到現在 一直都是 8月1號 國立的8月1號 然後當天就是只要是族人的話 就是到一些地方都有打折 或是可以免費這樣 對 像我們在8月1號晚上 就有在台北辦一個紀錄片的放映 對 然後同時有一些原住民 7年有在他們部落辦一些 跟運動的關係的活動 對 跟8月1號 然後再來第二個 剛剛大家都忙 應該是從旅遊開始討論嘛 那其實 我算是分享一下 就是我這兩年多來 從一開始到 一開始很單純覺得想要分享那個 我看到的部落 或是原住民的一些文化的東西 然後到後來因為其實 怎麼講呢 因為我覺得說 這些文化如果再繼續讓它留票的話 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自然會關注到權益 因為權益不管是從政策面來講 或是從產業面來講 或是從產業面來講 其實都跟文化的存留是實際相關的 這當然有一個大前提是說 是什麼樣的文化應該被留下來 當然這是原住民族人自己決定的 而不是應該是外人來決定 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 有一些文化的存留是跟產業或是政策有實際相關 所以我一開始關注到權益的這一塊 那關注到權益這一塊之後又發現 其實又馬上的發現 像剛剛郭忠分享者講的 我們想像的東西根本就不是主人要的 那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會是說 譬如說剛剛講是談判 我覺得其實就因為以前部落 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 國家的評語是什麼 主權軍隊還有人民還有主力 對 那其實一個部落以前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一個部落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用這個方式去看的話其實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後來在想要跟一些部落的朋友 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想從一個合作的方式去看 我覺得合作的基礎就是在於 雙方認清楚自己的優勢跟弱勢 我覺得每個人都沒有的是完美的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說每個人都覺得說我需要你 就是你有一些我沒有的東西 我沒有的藏出 那基於兩邊都願意的情況之下 去進一步進行的合作 我自己是會這樣想 那它跟單方面的幫助是不一樣的 單方面的幫助是我在施捨 那就商業上來講 這樣的合作其實並不會長久 那反而是兩邊都是需要對方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能讓這個路走得更深 就是我自己後來在做的一個基本的形態 那這時候部落自己的意識 或是主人自己的意識就非常重要這樣子 那如果說部落覺得他不需要這個東西 或是他覺得不OK的話 基本上我就不會再去碰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剛剛提到那一個 事業的制度如果談判他就出來 其實搞不好是有機會 可是說完全不可能 我覺得談判他就好像有一點說 有可能是我這邊主動 那好像有聽說 台中市的和平區 要變成原住民區 就是他們的選舉 他們補負負負責 是 因為那是跟那個 原來的 就是深等為市有關係 其實原來他們是屬於那個 原住民族鄉的市 那可是因為你生了之後 你整個是要 Follow中那個台中市 對那原本屬於原鄉的那一些地區的族人 他們會擔心和平區 他本來是和平鄉 現在就要去 現在就要去嘛 本來是鄉 那鄉的時候他是 他是有自己的一個選舉系統 就是要選原部落這邊的 對那你生了之後 他就要變成 Follow台中市的貴雲總 所以很會擔心 不只是台中 包含那個新北市啊 也其實都有很多問題 那所以後來才就是 誒就是 他們大概算是一個所謂的自治 當然他不是原住民族 現在爭取的自治 但是基本上就是可以 起碼是一個客製化的 就是這樣子 對 在這樣談判嗎 對 我覺得談判好像 有一點強迫的感覺 其實談判你要想說 其實雙方的地位 理論上來說是對等的 地位是對等的 對 只是我自己的做法 我也覺得說 我覺得這樣做不錯 那你覺得呢 那你如果說 那我也不會想要去強迫 或是想要什麼 不要我們來談判 就是 但是我覺得自己自己自己去想像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很少對話 前面我們剛剛其實很多時候 就想說怎麼樣幫 就是運助 其實我自己發現 我之所以不會到那麼快到談判的那一步 就是說舉例來講 我可能會知道說 你們還沒有具體的想法 確定自己想要什麼時候 我這邊就會打住了 我們就會退開 因為是因為其實很多部落自己內部 要達成共識 或是他們要確定自己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也還在討論 因為很多部落都現在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我們看到很成功的 他們已經經過了那個階段 那有些還美的 他們還在進行內部的謀言或討論 或是在找到說 你們到底真的要的是什麼東西 對 那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外人 除非他們來問 或是我不會想要去主動表達我的建議 因為我根本不是那邊的人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可以講講 怎麼變那麼嚴肅啊 有嗎 真的嗎 那邊 這邊 嗨 大家好 就是我們剛剛就是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一直聽到是說 原住民我們要怎麼去幫原住民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原住民需要我們幫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們需要我們幫忙的 並不是說我們在 是不是 並不是說我們在他們生活上的感受 我們應該要幫助他們是 讓他們有 是不是讓他們有保留這個空間 去決定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事 這是不是才是 就是幫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那照我們說 我們在幫他們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有那個 那個階級民視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是人啊 那他們為什麼要我們幫 對就是 這是我想 就是大家可能回去 我們在想原住民做議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想個問題 他們幹嘛要我們幫 他們其實他們自己也應該做得到的事 但是 是我們自己幹嘛要去幫啊 我們看了就是 我們應該很多事情去要做啊 可是 跑完整個不行 對 目前還在找 太假了 對啊 這朋友在想嗎 我想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賽下族的朋友 然後他在我自己 參加過他們的來臨近 然後我們就在 在晚上六點到隔天六點的時候 然後他其實有教我一些就是 那個不是一個封研 它是一個紀念 然後透過這種關係 讓我去量解說 喔原來說 在我們平常學校的附中之外 他的生活形式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那是很親近的 然後另外他也跟我提到一個話 我覺得還滿有趣 就是順著前面剛剛講到就是 要怎麼幫他 他說欸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覺得說我們要學族語啊 就是一些比較關心原住民 你會比較比較親近一點 都其實有時候聊到 都會覺得很直接 就覺得說欸那你可以找我幾句 就是你的母語啊 然後他突然就講說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我們這些小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他英文學好 因為跟他的就業 有很直接的關係 就是直接 跟他的生計是有關係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透過人進步的對話 因為可能是因為大的制度 跟外在的環境 所以讓他覺得這個是 對他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有人他也是很努力 在做族語保準 但是其實我也可以族語學得好 但是你不要只關注說 我的族語好不好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我也有一些廣告 讓我們英文能夠更好一些 我可以證據 跟其他世界的原住民族 做一些交流 那而不是說就是 那我族語學好 但是我族語認真 或許在深學上有一些幫忙 但是進入道指場當中裡面 反倒我的生活 有一些部分是 變成是我自己要去面對的 就是其實會有這樣的對話出現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要透過比較多的一些對話 或許真的不見得美人 能夠這樣客搜 要這樣去跑 跑部落 但是其實我覺得 也會去鼓勵 我會去發掘 就校內當中 因為他有引申到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我去年當導師的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 他是我們班的班長 然後所以他那時候就 我就收到一個通知說 他早上升級的時候沒有要下去 他去輔導室 那小朋友他就很認真排官 想說 老師可是我想要練社團 而且另外一個 可不可以你乾認 讓大家知道說 我要去輔導室這件事情 就是他其實這樣care 就是如果同學知道他是原住民 然後那個加分 終於怎樣去看待他的臉 這件事情 然後當我氏族其實想要去跟 記錄裏寫說 欸那你家裡的狀況 跟你怎麼看待有這麼一件事情 你說他其實是很利而不堪 這我覺得這次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次蠻 就是蠻 他是蠻有壓力的 就是同一時間他需要能夠 就是他覺得這個班 其實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但從另外一個時間 其實他也承受了一些 壓力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回到了前面 其實剛剛有混蛋的部分 就是各時候他想說 他這個平台是希望 讓非原住民族的人 去認識自己 但其實真的很多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他是很幸運 就是能夠還有時間 比較能夠回去 但是有更多的一群 可能他真的就是 沒有機會去接觸到 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然後他其實一個人在做的 我們 有時候我真的會蠻羨慕說 你看原住很多 他還有他的傳統服飾欸 那我們穿就是 就是這剛剛就是他們這樣 然後即便 所以看了就比較有個性 但是那個你知道 譬如說馬來摩啊 那個那個 的那個 那個雞血有沒有 但你發現出去 大家其實都撞一下 就是都差不多 都不是很特別 對不起 你覺得他很容易 沒有 下肢的改良是旗袍 下肢 下肢 也是有選擇 也是有選擇 跟旗袍 旗袍是那個 旗人的 旗人的 那和那個 旗袍 我們去找一下 去找一下 OK 然後後面有問題是不是 對我就是稍微講幾張 一些些東西 但是其實要發生 那希望大家可以 預備再有一些互動 那我們大概再兩個問題 好不好 我不是提問 我只是有 有 你剛剛在講 還有惠民在講的時候 我有一些 就是想回應的 不好意思等等我 放個風給你 好 因為 為你剛剛提到 就是幫不幫的問題 然後我想到的 其實是一個 在 你剛剛說 就是有那種階級 然後還有資源多 挖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在想說 如果說 我們能夠把 當初從 漢族啦 漢民族 可以把當初從 從原住民族那邊拿走的東西 再拿給他們 那是不是 整個情形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我們就還需 還需不需要幫這件事情 但是顯然是回不去了 顯然這個情形是回不去了 那回不去的狀況底下 我們怎麼樣再把那個 那個那個位階跟資源 是可以拉到差不多的位置 對 那就不是一個幫的概念 而是怎麼樣 把它弄到一個差不多的位置 對不起 我剛剛補充一下 剛剛有人在講 什麼漢民族 對不起漢民族是政治 政治名詞 歷史上沒有所謂的漢民族 只有漢文化 OK 那是OK的 原住民是正正的民族 然後也是正正的文化 這樣我增進一下 謝謝 我這邊講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個那個在講到補助其實補助那不是在幫 那是在賠償 我自己的看法我也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其實是賠償 因為如果說你只是因為他在黑箱 你就去給他福利 那這樣子說的話 其實在都市的那一群原住民族 他們就不用這些福利了 當然不是 為什麼我們還是給錢給他們 因為我們 因為外來者就是從 就是奪走本來他們擁有的東西 那又強加他們不需要或他們不想要的文化制度 在他們上面 造成說他們必須要去學中文 然後要去follow別人的遊戲規則 去活在這塊土地上面 這是為什麼需要補償他們 而不是去賠償 那就會提到剛剛一個分享就是說 對 如果說今天把土地都還給原住民族的話 我也覺得說就沒有補償的問題 因為你就歸還了嘛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很多族人爭取了自制的問題 那當然我自己會再提出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因為其實從剛剛的地圖來看 台灣本來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 現在平地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平地相包 阿美族被難過是住在平地啊 重點是有更多的一群 因為我自己是 我在平谷族群的證明這邊就是關注很多 那我覺得說他們的 那平谷族群 那包含這個土地也是要回規給平谷族群吧 我覺得就是階段性來講 其實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長遠的路 所以它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只是我想要強調的是說就是 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真的不要忘記我們 我們是強加一個別的制度跟遊戲規則 在他們身上 所以才會有後來延伸的這些東西 然後再第二個就是 其實很多族群也都是被建構出來的 我想這樣講 對 就是包含所有的原住民族 因為其實不同 舉個來講 為甚麼男王跟資本系統分得那麼清楚 就是因為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 那有些可能血統不一樣 可是因為被別的文化影響 所以就學習了他們的文化 那或是甚至學學了語言 那之後的人類學家來了之後 就開始按照他們的語言去做本類 而說你這是甚麼族 你是那個族 大家也有發現到 常常很多 當然後來的混血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是在更早之前其實可能他們的部落之間 就已經有很多通婚或是互相影響的行為 所以基本上面 族這個概念 我的相本還是都是被建構出來的這樣子 但是他們本來在這塊土地 就是如果說原住民族是一個集合詞的話 他們本來生活在這塊土地 早於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事實 然後我延續一下剛剛那位大姐說講的 我在花蓮 其實有一段生活經歷 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那我那時候 解除到的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然後我感受到他們跟就是所謂的 跟我們台灣人之間的價值觀跟差異 會在這個經濟市場上 產生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我講那個 我的朋友 他可能他的觀念就是說 他是一個山老鼠 他會去山上揹玉 然後揹玉下來山下賣 那現在花蓮當地的這個玉 會賣給就是中國的大陸客 那可是原住民他的觀念就是覺得說 我就只要去拿我所需要的東西就好了 然後他是那種 譬如說他考了一隻山豬 他會分給身邊所有的人吃 然後覺得說這個東西我們是共有的 他還保有一些就是 就是原住民可能原本這樣子 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的觀念 可是他又同時他又必須要 就是說他的分享觀念很有趣 他會照顧他身邊的朋友 可是他又同時會被 就是所謂台灣的一些商人 利用他的這個觀念跟他交朋友 然後跟他交了朋友之後 再用所謂他的分享的概念去 去掠奪他所得到的資源 因為他已經算是一個 比較底層的一個生存方法 就是作為一個我們所謂 我們就是在我們政府體制下 稱之為山老鼠 就是在山上悲劇的行為 然後而台灣的商人會跟他交朋友 然後來掠奪他的 他所拿下來的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揮捨的說 就是我可以在他身上很明顯的看到了 就是他原本的價值觀 跟他面臨的這個社會的經濟價值觀 他所產生的一個很大的衝突 然後其實他所處的部落 在那個大港口那附近的部落 他們部落原本對於一個 就是部落意識的支撐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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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算是 已經 就是 大家都變成 就是出來做所謂的 各自的生活 然後在這個台灣的文化底下 就是 一群的這個 這個經濟模式下的生活 可是 我在他的身上看到 當他身上還保有一些傳統 原住民的觀念跟思維的時候 我所看到的是 就是他只要做生意就是會被騙 我只能這樣子說 所以 這要說他不夠聰明 還是說到底是我們要保護這個 文化還是說 應該不是說保護這個文化 就是 基本上的原住民文化都我們 我們的文化在經濟上面的觀點 就差異實在太大了 而我們的政府沒有正視這個問題的話 就會造成像這一次花蓮的封眠季 除了出場跟結束是 花蓮當地的原住民團體表演之外 中間全部都是中國大陸的原住民族過來的 那你也可以很明顯 你就看到這個政府 他其實他也是一個掠奪者 就是花蓮的復奔期 他其實他也是一個掠奪者跟利用者 對 然後當原住民自己 並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分享的觀念 跟這個社會體制 這個經濟之間的差異性的時候 就會看到 就會出現這種 我看到的 他們也是只要做生意 就會被騙的狀況 感覺上你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花蓮他很了解的著名其實 就是非常懂得他的特性 所以才把他騙得這麼嚴密的境適 其實只要台灣的商人很多 很多很多 就是不是說牌 就是在我看到很會做生意的人 他不是說他的頭腦裡面知道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寫為政治關係 或者是經濟關係 而是他的天氣 就是他的天氣 他讓他看到有病 有時候 他就會去運用這樣 是嘛 所以這關係其實不是很對的 可是裡面有所謂的雙贏 就是變成是剝削或壓迫 所以你們會有稍微稍微軌道 因為我們一開頭其實就是想說 那為什麼要關注原住民 怎麼樣讓周遭可能比較 不是那麼站在我好你不好的那種 零刻的那種狀態當中去 去跟民住民互動 因為這樣感受就不是一家人啊 對不對 剛剛前面其實有提到說就是 如果是一家人的話 你應該不會想說就是一直壓榨他 除非不行這樣又那個 又是刻板印象 後果一定會壓榨你知道那個小孩 也不見得 就是那 所以其實可以怎麼樣去更近步認識 或許他這樣的樂於分享 讓他想的更長遠一些 然後回過頭來說 我不是只是只有利用關係 就是可能他關注只有他利用關係 他只把他當成工具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 被騙了 那可能就涉及到 可能是比較是階層的問題 對 那還有 那這可能是我們今天 最後的一個問題 對不起 我想分享一點的就是 其實剛剛聽到很多當大家在講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幫助原住民的時候 我的心其實很沉痛 因為對於我在所做的工作 就是學校他們轉介一些 所謂的比較弱勢的家庭 這樣子的時候 那當我們去接觸到一些原住民家庭的時候 實際上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用一個優勢的一個立場去介入 我覺得今天我非常感謝住江澤 帶給我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 我在上面你在下面 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能夠完全的拋掉 能夠完全平等的去看這樣子的 原住民家庭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談到說 就跟我們平常的朋友知道 你需要我怎麼樣辦你的忙 所以剛剛講到那個Mata 我給記得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麼樣都看 也因為這樣呢 我想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說在您這個 您這個部門 您會希望說 對於這些提供給非原住民的人 能夠多去了解一下原住民族 那就像我們在做那樣子服務工作的時候 的確 因為我們對於原住民他們的價值觀 對於他們的 真的是他的價值觀 他對於知識的需求 是不是跟我們都一樣 我們並不是真的那麼了解 所以我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您也可以邀請 是不是也可以邀請一些真正的原住民的家庭 真正的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譬如像我們這個真的這麼好的朋友 那能夠分享一些 譬如像我們要去做這樣子的 原住民的家庭的輔導的工作的時候 可是如果我對於原住民族 他們在平地生活 能夠分享一些家庭 他們在這邊生活的故事 那我們會了解說 原來他們的價值觀是這個樣子 因為像我們去服務就有很多家長他們覺得 我不需要你幫什麼 你只要給我那個補助就好了 因為你給我的那些東西 你覺得我的孩子要念書 成績要念得好 我不認為他需要念得好 對啊 我不認為他需要成績念得好 我覺得他只要成績過得去就好了 那你說他每天一定要準時不能夠遲到 哎呀可是我們本來就是這樣子的啊 我們就睡到自然醒 我們想起來才起來為什麼一定要要那樣子 那當然 所以我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能夠幫助我們真正的 讓我們對於原住民朋友 他們的家庭的生活能夠有多一些認識 請幫我們多開啟上這樣的窗戶 謝謝 那個 你要幫我寫嗎 我現在開始可以分享 對不對 沒有啊 其實我這個網站已經有一半以上都是別人寫的文章 不再是我一人寫 那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朋友這樣子 對然後所以 所以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嘛 因為我的聲音只是其中的一點而已 那很多時候我沒有辦法自己去寫 所以一定是要播露主人這一些 所以那個電視機前面的 就是如果 到這一台嘛 那個 歡迎就是主人多分享你們的想法這樣子 對 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還有兩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個就是哲武其實 我們今天的講師其實他是 沒有任何的配來到這邊 那我們的團隊其實也是 都是志工的形式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多餘的一些零錢 可以放到前面的那個 木桿箱 然後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個禮拜五一樣在這邊 我們有另外一個場次 實在講就是青年農夫 他投入在這個農業當中裡面 總變得到的一些問題 跟他觀察到的一些現象 那可能這幾年很多人 也開始去重新想像說 有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但是其實在投入其中 理想跟現實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不管你今天來是因為 原住民這個議題就是關我什麼事 那或許你可能從來沒有下過鐵 然後對於自己吃的東西 還在學習分辨是什麼好還是不好 不過下個禮拜是可以來一起去看 就是不一樣的一個主題 然後當然我們其實前面也有去分享到 就是明天這邊有下午會有營養 小農營養 你歡迎大家來兩點 然後晚上也有另外一個場 只歡迎大家可以一起過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對 就是下禮拜活動就是比較特別 因為講折下禮拜那個小馬就馬鈺安 然後我們就發瘋就想了一個計畫 他暫定到農夫怕 然後會從下午三點到晚上六點 就是在折五之前 然後你就可以下午三點就來 然後當天會有大概五到六位的農友 就是小馬跟他的朋友們 會帶他們的農產品 就有泰油蜜 然後有就是他們生產的一些食材 然後我們有請到就是一個大廚 然後還有一個 一個是大廚 然後一個是甜點的也是廚師 然後他們會用這些農友的食材 然後做料理 然後當天大概可以有到二十五個的每個 然後大家就是著收一點那個 那個食材的成本 所以就會大概著收大概兩百到三百之間的食材 對 然後當天就可以在只有 開始之前 聽到演講之前 然後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直接跟這些農友 有一些就是更深的互動 然後吃好食材這樣子 好 那最後我們再接用各位的雙手 我們來謝謝我們今天很感謝 謝謝老師 欸 剛才不能說那麼真心的 他不是問人生問題的嗎 其實還是跟阿 executives 可以互相互做一個職位候的交流 謝謝我們今天到這邊結束 好 謝謝大家 沒有 還是這樣聊人 Россия